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ood morning 朋友们 早上啊 我的小伙伴们还没起呢 我今天六点多就行了 这边的空气真的非常好 景色也非常棒 咱们现在去这个县衙遗址看看去啊 这是一个清朝的县衙 里边还有土拨鼠 昨天看见了 然后咱们进去再瞅一眼 今儿咱到县衙了 咱们就聊聊县衙 聊聊衙门 早在西周时期 就已经有了民事和刑事 那个时候吧 大家主要是通过口头 一般小的案件呀 通过口头说就行 大的案件的时候 才有这个书面上的东西 正所谓民不举官不咎 就是这个意思 小的案件呢指的就是那种经济型的 而杀人犯火的 就属于大的案件了 那你就得写个书面的东西 到了汉朝的时候 就已经越来越成熟了 就有了公诉了 就有了公检法了 就跟咱们现在啊 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了 到了唐宋时期 告状这个流程啊 就非常的成熟了 就有了咱们现在的诉讼书 然后打官司不叫打官司 叫告状 到了明清的时候呢 这个流程基本就定下来了 就跟咱们现在基本就差不多了 刚开始原告 来诉讼 衙门受理 受理完之后呢 然后就请这个被告来啊 然后就开始找这个律师啊 当时叫宋时 然后开始辩论 辩论之后就是最后这个 埃门来判决 跟现在没什么区别了 这个时候呢 宋时啊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律师 就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作用了 哎 刚才咱们说了一下 衙门 告状大概这么一个历史啊 简单的说了一下 但是 怎么告状呢 是跟咱们想象的一样吗 要击鼓鸣冤吗 是吧 不是啊 每天呢都可以告状吗 也不是 他们不是每天都可以上班的啊 比方说可能逢三逼五 你才能去告状去 都是有一个特定的日子 不是你想来你就能来 不是你想告你就能告的 也不是你来了之后 人家就受理的啊 你得放号 而且啊你这个撞书啊 你不是直接就是击鼓鸣冤 当当当什么的啊 电视里那演的那都是戏曲啊 戏曲 你得把你的撞书啊交给这个门房啊 由门房呢再交给师爷 大老爷不管这事儿 大老爷读四十五经的 师爷呢来判断你这个案子的大小程度 哎能解决的 私了的咱们就私了了 私了不了的就交给了宗族 就是村长哎 村长还解决不了的 宗族解决不了的 村长解决不了的 哎才到了这个师爷这块 如果你这案子啊到了衙门啊到了衙门之后 那就更麻烦了 不管你是原告还是被告啊 还是说我是目击者啊 我是这个可以作证的人还是怎么样 一律先关起来再说 关起来之后衙门的工作肯定方便了好工作了 但是苦了老百姓了 老百姓呢你想啊 在那里边呆着脏乱差 哎不说啊非常那个难受 这个大家能想象到啊 最最关键呢哎 就会滋生出来贪污苦败啊 因为你条件好的人啊 给人随点钱呢 你就能在里边呆着舒服点 哎你没条件呢可能就给你穿小鞋 是吧哎让你再掏钱 如果要赶上杀人放火这种大案子 嘿半个村都得倒霉了 谁也别出情啊 就跟这村里呆着吧你就 都这样了 尤子能把你的案子啊审好了的话就不错了 什么好怎么办呀 能不能越急啊能越急 先打三十大板啊 越急先打三十大板 三十大板下去您您猜怎么着 半条命就差不多丢了 所以老百姓打官司非常非常难的 然后看到电视里是吧 我上京啊高预状 高预状行不行啊也行 但是机会啊非常非常渺茫 你想啊你上皇帝那儿告状去 皇帝身边有多少御林军呢 你过去告状去我跟你说啊十有八九就给打死了 说你是叛乱了那有没有成功的案例呢 还真有啊明朝正德年间有这么一个案例 然后就是高预状之后这个成功了啊 像这种成功的案例啊绝对是你们家祖文上长灵芝了 这就是俗话说的好 衙门门门口朝南开没钱莫进来 就是这意思啊 对了忘了说了这个衙门的遗址啊是清朝 赵尔锋的一个衙门 赵尔锋呢也是一个民族英雄吧 他收复了西藏地区啊 有点跟那个左宗堂差不多 左宗堂收复了新疆嘛是吧 大家看一眼啊这个衙门的面积不小呢 感觉差不多跟一个篮球场似的吧 不是足球场啊足球场 墙呢都是用夯土砸出来的啊 里边还有一些这种碎石啊 碎石还有一些树枝 哎非常结实 现在变成这样也是因为没有人维护 若有维护的话不会变成这样的 啥房子不维护也不行啊 你看故宫好不好啊 那得翻新了多少次了 修复了多少次 要不然也还不如这个呢